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选诸葛亮 张松 举兽都还行 是我肯定会选诸葛亮 因为八号位的话诸葛亮没有什么身份倾向 当中当反当内都可以 不会遭到各方势力的王军 主公起手开了个南蛮 看看这个匠面 华佗和大桥比较相反 别的不好说 这边还是打一下无戏吧 毕竟手里没有其他的防御牌 如果死在第一轮就有点亏了 主公上来直接盲狙华佗 也没什么问题 华佗贴个乐 毕竟孙策不太需要华佗忠臣 看一下这个二号位的董卓 到底要干嘛 挂了个寒冰剑 挂寒冰剑杀主公 这肯定是反了 如果你是装身份 他肯定不挂寒冰剑 黑杀一刀主公 对吧 这肯定是反 看一下孙签 要顺什么 好顺手牌 那就应该是中了 如果是反应 很可能会把乐顺掉的 好 而且还对华佗进行了这个打击 这个决斗我感觉没必要拍 因为华佗被乐了 对不对 你正好手牌也不溢出 你这张留一下比较好 对不对 他反正华佗嘛 他被乐了 当然你要堵他是非洲陀 那也就罢了 大潮跳反 华佗也跳反 华佗当然这边随便瞎拆了一下 他可能觉得 这个张星彩更像忠诚一点 当然他拆张星彩就只能拆蔡夫人了 因为张星彩和诸葛亮都是蜀国的 好前面凡的有点多 他们就把张星彩给乐住了 觉得在张星彩 蔡夫人包括诸葛亮这三个人里 这个对吧 你看这边蔡夫人排序就不对 你先拆主攻再顺吧 那边反对就不会无限了 觉得在这三个人里张星彩更像忠诚一点 对不对 这边张星彩果然是个忠诚 OK 这样的话 这个中反就开始展开厮杀 OK没有问题 这个牌的话 看看怎么拿 诸葛亮的观星其实还是蛮需要思考的 这边肯定要杀这个蔡夫人 所以拿把刀 拿把刀拿张杀呗 可以搞给这个村侧关一个铁锁 一张红杀 桃子其实现在用处并不是很大 因为主中方状态都比较不错 以输出为主 当然这里手里有个决斗 如果要是能决斗死华佗的话 后面的牌呢 都就都是咱们自己的了 当然你要决斗不死的话 你就给这个主攻一个铁锁 一个红杀也没什么问题 看他怎么拿吧 哦果然是这样 桃子现在真的用处不大 主要还是以输出为主 这边决斗华佗 看看反贼有没有桃子 好反贼也是穷啊 禁卡局真的是这样 就是 就你完全没有桃子 桃子都套不出来 好这边全连起来 调戏一下 诸葛亮是没必要 这个无脑空城的 你诸葛亮留牌没事 OK啊 这边他们会急火张星彩的 并没有什么无脑空城的必要啊 这边 由于是诸葛亮收了人头牌 所以孙策牌摸的什么就不知道了 好 董卓直接火攻张星彩 没有刀啊 他要有刀杀张星彩 张星彩还是挺痛的 这边 孙坚就没有动了 孙坚估计就是个内 他就会休息了 光看这个对面3v3 是不是 他这个虚报一下 火杀 张星彩这个乐其实还是蛮关键的 没有出来 外面也没有无懈的毒条 这边这个主中方的急火木瓜肯定是蔡夫人 这个大乔董卓并不好杀 AOE的话好像现在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张星彩要死了 他把AOE给主攻让主攻存着也可以对吧 他给了主攻一个AOE一个距离 这边的话 雌雄剑继续调戏这个菜粉 就没必要 这个无脑空城啊 你那无脑空城就没距离了一会儿 张星彩 不是这个孙策把南蛮损了起来 损起来是对的 这个时候 不收人头 这边感觉 董卓没必要杀孙策 你的杀留着 你的杀留着杀忠实用多好 拿孙策浪费杀 这边这个蔡夫人在这个前面 反对那间一众不动的情况下 摸了很多牌啊 变成了一个元术 张星彩有一些岌岌可危啊 张星彩和蔡夫人都是回合外摸牌的 九 这边判定成功了 直接九杀董卓那非常爽 九杀董卓的话 这个铁锁出发非常爽 因为九杀董卓 董卓这个有九池肉林对不对 这边有两个桃子 两个桃子为个木马 调戏一下 表示你扔不扔牌 你要不扔牌 你就让我摸 摸就是反正我们 我们摸着要这样木马 当然木马自己摸不到 也问题不大 孙策也可以摸到 把这个孙策传给木马 传给孙策一个连弩 假如一会张星彩死了 这个孙策还有捡一马 就可以杀过去了 铁锁连不让连 但没办法杀不到了 连弩他挂起来了 他可能时间不够了 他手牌没溢出 连弩其实可以藏手里的 这边不应该挂出来了 应该是操作时间不够了 给这个张星彩传递的 应该肯定是基本牌 这边杀一下孙策 帮孙策开一下技能 对吧 要不然这个反贼有点打不过了 让这个孙策帮一下这个反贼 也没有问题 顺一下狮子 正好顺过来自己也有 联邦阻入灰灰雪 现在内奸肯定是帮反贼的 对吧 反贼这个局势已经非常不好了 好 这边决斗 但咱们有两个桃 应该还是能捞起来张星彩的 张星彩这轮应该还死不了 再杀一刀 主公不知道有没有桃 木马里这个 木马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 好 这边顺一下 又把狮子顺过来 一会让这个孙策再迎魂 再回个血啥的 对 这边摸个牌 铁锁连环 这个铁锁连环其实连的有点莫名其妙 不应该连的 你就重铸了 找张杀杀一刀张星彩都比连好 你关键连孙策没啥意思 他可能是想让董卓杀孙策了 那也行吧 不过董卓也在链子上 这边拿过拆 拿张黑杀给主公一个红杀 让主公过牌 是吧 让主公存红杀 你看没有无脑空城 咱们这个瓷熊剑一直在 总能用 然后之前无脑空城 瓷熊剑就没了 瓷熊剑调戏和蔡夫人调戏的多爽 是不是 就调性你 你爱让摸不让摸 好 这边那间果断出套救 那间肯定是要救的 不救就崩崩达了 总共杀不到别人 寂寞的杀董卓 刷刷牌也好 当然了 手牌不溢出就别杀了 杀这个董卓没啥意思 浪费牌 手牌溢出了 从两道 或者说你有红杀刷刷牌 都可以 这边再帮这个孙坚开技能 孙坚这个赶紧给大桥英魂 回个血 然后找找方片 现在就是主龙方三打四 张星采快死了 这回合再唠他两下 让他再动一回合 两个大陶纸 他们就一直乐张星采啊 因为觉得诸董卓一样意义不大 好 这边要拆手牌了 把桃子拆了 机智的把桃子拆了 孙策有没有桃 没有 孙策死了 张星采死了二打四了 二打四也完全可以打 里边蔡夫人觉得自己要死 献周回个血 行吧 这牌就有点醉了 这牌杀也没有 只能留一张杀 留一张杀输出 对吧 你借刀 看你杀不杀 你不杀 你不杀我就来杀 他留了一张杀 还是保证输出啊 这是对的啊 就必须得赶紧砍死这个蔡夫人 这蔡夫人要赶紧死 孙笨子捡一马 是之前关的 现在可以用到了 OK 这个蔡夫人死定了 死得妥妥的 万箭齐发 主公应该还有张南蛮入侵吧 好的 内奸继继继救啊 内奸这个拼了命的救啊 不救也不行 因为主要那边是有连弩的 你都收了这边就直接杀过去了 再把你内奸杀了就没法玩了 孙笨没有杀了 这冰了下董卓过了 阴魂一下 拆个牌 行吧 你还是不拆牌就补一下 当然他觉得现在给反对补 也不是啥好事 就不给反对补了 拆一下诸葛亮 这边没得乐了 也就只能乐了诸葛亮 聊以未继了 诸葛亮你自己关心 扰乱一下关心吧 反正自己还能过个牌 连弩被忽悠走了 并不好 蔡夫人挂了个藤甲 扔了两张闪 有红桃 有红桃但是没别的 我觉得这边留个红桃全拉下吧 他可能是怕自己死吧 就关了一张杀一张闪 怕卡个什么牌 卡空城 好吧 感觉找找未知牌 看看能不能死蔡夫人好一点 而且自己过未知牌 这个也保证孙色过更多的未知牌 这边继续拆 拆加一马 他也不拆手牌了 表示一会儿你们有决斗什么的 叫诸葛亮招火 看孙天怎么办 孙天这回合不迎魂了 表示我先看一看 他也不差诸葛亮 因为他觉得杀诸葛亮没什么意义 想压一下主攻的血线 其实这时候孙天打是对的 对于内奸来说 这个孙策主攻血线迟早是要压的 你不压你回头怎么打 好 盛子诸葛亮手牌杀主攻 反贼表示杀诸葛亮没前途 打不动 先压压主攻血线再说 这么个套路 这回合找个火杀去吧 当然蔡夫人之前扔了两张闪 不知道他手里留的是闪还是酒 这个牌还是不错的 有红套可以给解乐 乐肯定要解 拿一张万剑一张乐不思蜀 然后把这个孙策的乐给解了 孙策的乐一定要解掉 但是这边没有属性杀就不好了 乐路懂得吧 看看孙策这回合能发挥什么功效 有一张戒刀啊 关了一张戒刀 把武器忽悠了 但没有别的啊 反正是有一张闪 这边董卓贝勒 看看孙策该怎么打 孙策想破诸葛亮空城好吧 结果破出个桃子来 要是能破 有的时候补出两张紧张牌 确实能卡空城 然后反对有可能 一花上把诸葛亮剁了 但是反对这边断杀 蔡夫人会不会断杀 五张牌 五张牌 继续拆 前手盘 那你也秒不了主啊 这边还继续断杀 又扔了两张闪一张九 好 有用顺手有火杀 拿顺手和火杀 主公又被乐了 给主公关一下乐 拿顺手和火杀 让不让顺 不让顺 好的 不让顺也得火杀杀你啊 那没得啊 这必须得杀你啊 结果这个蔡夫人没有留闪 留一张九 因为从他之前扔的牌来看 就是不是闪就是九 那既然不是闪 只能是九 所以孙间救一下是对的 他那边肯定是九 你没有问题 这边诸葛亮也是怕主公死啊 给主公留了个桃子 哎呀 这种忠诚真是难得啊 怕主公死啊 怕这个 这些人强行杀主公 强行给主公拉一波嘲讽啊 主公的南蛮也是藏了很久 哎呀 这个反贼内奸 各种桃子无懈啊 这四个人 打的也是非常的艰难啊 继续杀 反贼也没办法了 现在就杀不到别人 这就杀杀主呗 这边孙间给这个蔡夫人补一波牌 表示我收了这个董卓德了 你们也别救了 我们帮了你这么半天 对不对 好 这边孙策觉醒了 但是其实孙间的本意 是希望收了董卓自己 能摸点桃子回复回复血 他血线回不起来 他其实挺担心的 好 这边反贼既然看主公觉醒了 又直接瞄主了 不废话了 没那么多废话 合奖 对不对 你这个 都已经觉醒了 好 这边杀一刀 吃个桃过 还好这个蔡夫人杀不到 这个主公啊 过拆 拆掉刀 诸葛亮的桃 他是没法拆的 拆了他又杀不了了 所以一样的 看看怎么关心 这边的牌就比较不错了 给自己这个天度一下 然后拿个扇子 然后拿个扇子 拿个杀 拿火宫吗 火宫你不一定能火宫中啊 对 不如拿火宫 就拿扇子和杀 然后那边关个桃 如果收掉了也能摸到桃 收不掉那边也能天度一下 或者说英魂补个桃 对吧 收掉了 收掉一个桃 然后过了还过了一张过拆呢 这就非常好了 运气也非常不错 这边还是给主公留了个桃啊 这终身真是好啊 这终身真是好 这边补牌吧 你要是想实在想巴巴 这个大桥也行 那孙奔觉醒这一部分 还是非常可怕的 这一下 这一下 这个应该是都去了啊 反对说那天都去了 又一个决斗 真是凶啊 凶猛无敌啊 还剩一口酒 来吧 咱来跟他玩 游戏结束 这诸葛梁佩佛孙策 也是打得非常的凶啊 有埋伏 嗯 再看一局这个终身的录像啊 这位玩家的一叫青城娃娃 378去的玩家 感觉他录像 嗯 这局看一下主公选择什么吧 主公选择曹P 曹P这个忠神 这他这里面选拥框非常好啊 什么泰士词流风点威 当然袁绍 你这个位置怎么说呢 你要选了 如果前面忠神多还好 如果前面反雷多 你基本上就积极了 感觉选泰士词比较好 泰士词也没有身份倾向 选个流风也行 选择泰士词 看现在里比赛 这个匠面许楚比较像忠臣啊 如果许楚是忠臣的话 内奸八成就是什么忠惠司马仪啥的 剩下就是鲁肃周瑜众都像反贼了 哎 反正曹辟主公就选鲁肃反贼真的不好啊 虽然总有人爱选 选就选吧 我也没找 没辙 铁锁连一下 不让连 不让连顺一下 九杀 要杀鲁肃吗 好 果然是这个必杀鲁肃啊 这个匠面肯定要杀鲁肃的 必杀鲁肃而后快 看一看这个周瑜 周瑜跳反 拆刀吧 刀肯定要拆的 开个五谷 感觉这个五谷 开的并不好啊 虽然说二号位反贼开五谷 比较好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匠面 这边许楚太子词 比较像忠臣 你这个等于忠臣前面先拿 并不是很好啊 好 许楚先把桃抢了 这边拿个火杀 鲁肃赶紧抢个闪 大家纷纷抢闪 看一看周瑜怎么搞 周瑜不要反见许楚啊 你反见许楚 许楚肯定掉血 许楚需要杀的 你还不如反见这个曹丕呢 许楚又不怕掉血 他不拿了个桃吗 他说吃桃吗 好 这边忠惠也跳反 忠惠 这肯定不是内了 这拼了命的去搞 要是内的话 他肯定就忍一手了 好 回来打一架 掏出个扇子 你看 松杀 就非常不好 这边怒杀这个周瑜啊 因为鲁肃那边拿了两伞 所以就去杀周瑜了 不杀鲁肃的 把周瑜打爆啊 净卡局就是这样 没有逃 这边肯定是不出杀的 这肯定是不出杀的 作为开始司 你出杀就 也太怂了点了 这边翻掉鲁肃 局势非常的好啊 局势非常之好 一会儿可以这个配合主攻 搞一波 当然这边你可以先跳身份 先跳身份再拼主攻 这样主攻会一个小点 随手可以把曹丕连上 这边把这个马云路翻了吧 感觉这个中会和司马 更像内奸一点啊 对吧 火杀 直接双杀 虽然鲁肃有闪 但是还是要杀的对不对 杀了下个盒就没闪了 你不能总有闪吧 然后连曹丕是肯定要连的 要翻面吧 好 这边内奸肯定也是要跳的 甭管谁是内奸了 谁爱是内奸 谁是内奸吧 无所谓了 关键是就是鲁肃快死了嘛 内奸肯定要跳了 谁是内奸已经并不重要了 可能区别的就是一会儿鲁肃死了 真正的反贼可能会推主 内奸可能不推主杀钟 这可能是一会儿的区别 好 搞一下鲁肃也没搞中 只能寂寞的杀一刀把云鹿 许胖子再看你这回合的表现了 别逗 杀一刀许胖子吗 好的 许胖子 来一下 废话少说 好 有杀就行 只要有杀就行 手里有接刀啊 OK 看你鲁肃有没有闪 还有闪 没事 还有闪 咱们接着来 哎 魔导人杀不错啊 这边拼主攻吧 保证一定要拼赢 拼赢的话 杀鲁肃和曹丕 就是鲁肃如果不死 就曹丕就把它翻了 如果死了就再说吧 死了你就考虑翻马云鹿吧 鲁肃完全没动就被打爆了 接着搞 还能杀有寒冰啊 有寒冰就是杀司马依 拆一拆手牌 红桃下了 因为自己有一个这个什么吗 有一张乐嘛 乐住他 没有红桃了 果然是出不来 没有红桃 接下来就是看看能不能把 把云鹿打死 再收一波诗 再爽一下 这是比较关键的 先杀后顺 好的 想顺到更好的牌啊 想把他先出闪 顺到更好的牌 OK 没有问题 看看忠惠 忠惠这会儿开始瞄主了 瞄主也对 他是真 忠惠是真正的反贼吗 像反贼已经死两个了 再杀忠臣反贼来不及了 就瞄主就瞄主了 好 主公就 这个也并没有放逐 这个自己的这个忠臣啊 这是非常正确的 你这个放逐忠臣 这个放逐补牌记的 肯定不行 对不对 这时候不要怂 你这两个暴力忠神 输出所暴力啊 怎么能放逐他们的 对不对 这边 这牌不是很好啊 只能拼这个 司马骚扰台下了 骚扰台下过了 看一看司马 看一看司马 到底是反还是内啊 主要是 决斗给高走了 好 司马是反 那就是原来马云路是内啊 搞了半天 那马云路 还得要救主啊 这主要死了 因为这边忠臣没牌了 好 主公把忠惠翻了 OK 没有问题 原来搞了半天 马云路是内疆 我感觉主公 你要是没距离 不要杀马云路了 你杀马云路 马云路再有桃 就不救你了 反正是我 我肯定不救 你要是杀我这一刀 你要不杀我这刀 弃杀 我一会儿是有可能救你的 当然你要是觉得 忠臣能把司马和马云路打死 那就随便杀 对不对 这个牌还不错 我大点 还有两张杀 杀一刀 他不杀马云路了 杀这个反贼啊 因为反对要瞄主的 内奸不瞄主 对吧 你总不能让主公死啊 打出这么大优势来让主公死了 不就悲剧了 好 把司马收掉 继续杀 那司马杀了 那就可以寒冰这个马云路了 马云路掉不要许到 无所谓 中会呢 也得要寒冰啊 五股风灯 小马车 小马车还是拿了吧 这边马云路要杀 他可能是想杀这个许楚了 打个诬陷 拿个闪吧 马云路要对你下手了 我觉得你还是拿个闪 先保命为主 这会儿和最开始的局势不一样 最开始是 需要描反贼线的优势 现在是已经优势了 需要滚固优势 你看 感觉你还是拿闪比较好 就明显这个马云路要对你下手了 他还能杀到你 是不是 就是优势就要巩固优势了 已经和当初不一样了 此一时彼一时 不管怎么样 死了就死了吧 死了接着打 铁锁连环 怒杀一波 感觉不应该杀中会 铁锁重铸了 先杀了这个马云路围观 中会比较好 这边给贴了个乐有点烦 天度 但是可以天度 这个牌好像给主公传个酒吧 防止主公死了 吃个桃过了 主公凉血给他传个酒 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火宫 火宫打无限 那行吧 其实没必要无限 这边他要送中会觉醒 因为他觉得打不过了 这边火宫感觉 泰尔茨也没必要打无限 毕竟三血 这边 我天哪 这个阵王的音效 配音有点屌啊 你们欺负人 你们欺负死我了 把脸弩扔了吧 接下来要是推中会的话 就得利用曹丕的放逐 然后连行动两回合 把他推掉 不然的话 你不要送他觉醒 不要送他觉醒 就是通过曹丕翻他两回合 然后两个人连动 把他弄死就行了 先控控他手牌吧 手牌控的差不多了 就连杀两回合 基本上就就可以 可以了 这边 这边不应该闪的 里面有白银狮子 这个闪的 这个不应该闪的 当然他可能想九杀什么的 但是 我感觉没必要 没必要闪 不能让他回血 回血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而且你有寒冰剑 关键事 对吧 再拼一下 这边木马传出去 反正一会主公还能给你再传回来 找机会 找机会秒了 其实中会 狮子不灌出去的话 他凉血 凉血的话 这边狮子 这边木马要保住啊 凉血的话 其实翻面了 杀两回合就死了 好 这回 这回可以杀了啊 这回可以杀了 可以搞起了 杀一刀淘皮 只要把他翻了 他就死定了 把他翻了就死定了 这边寒冰也行吧 反正再动一回合 我感觉这一下没必要杀淘皮了 你杀淘皮 他翻你 也无非就补三张牌 你就直接杀中会 下回合 再动 再摸牌 再搞就行了 关键是你这回合 已经拼了完了 是不是 这个杀的意不大 下回合 行动再摸两张牌 你两个人乱刀 就把他砍死了 是不是 乐主 是啊 之前留九都直接把中会杀了 就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当然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就搞得 只不过搞得比较复杂而已 原主公留个杀就行了 就不传了 给自己留个杀就游戏结束了 后面就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博远 让你失望了 好 战功出来了 猛虚蜀 再看两局我打路向啊 这局主公选择了戒曹操 这个主公是大肃算玩的 这边我作为反雷这个位置 公孙渊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啊 当然你选郭图也可以 我个人非常推崇公孙渊这个武将 这个武将真的非常强啊 我做过很多录像 你们可以看到这公孙渊真的是很强 而且他身份适应性特别强 看一下这局公孙渊的发挥啊 看看这下面啊 反正我是特别不希望跟鼠江江一伙啊 觉得鼠江江很弱 这刘臣比较像这个忠臣啊 刘臣去决斗曹操吧 输不过去吧 马带比较像内奸 这边这个曹操觉得鼠江江没有什么卵用 直接龙刀开始杀 反正表示你做忠臣我也是输 还不如直接杀你呢 好 蔡夫人也跳中 鼠江江直接要跪了啊 反正有桃是可以救的 没桃他就死了 自己吃了桃 但是能献个粥 献个粥把他撸死 双献粥 直接怒打鼠江江和曹修 应该会打曹修了 应该是会打曹修了 曹修也没什么终神属性啊 好 鼠江江直接跪了 一楼跪 那该我表演的时候到了 这边先借刀啊 先借刀 一会儿喝酒 乐住 然后喝酒 拿着把刀把那个 蔡夫人手里最后一张牌撸掉 怎可对他人称臣 然后撸完了有惊喜啊 撸到一把菊花刀 你敢信 撸完了有惊喜 撸到一把菊花刀 你敢信 有公孙燕在敢留菊花刀 这只能是被暴菊啊 有公孙燕在 你这留菊花刀 真的 这个注定被我暴菊啊 好 这边马带 看看马带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太重了 他是打错 应该不应该留菊花刀 好 这边马带 怒杀这个蔡夫人 蔡夫人死了 马带应该是个内啊 这个位置 当然他就随便 他就只是想把蔡夫人杀了 进入一个三为三的局面 看一下王毅 王毅你 关键是 不是王毅 你就不要乱顺了 你为什么 关键是这个刘臣啊 他已经跳中了 他不可能是内 他是内 他怎么可能去救蔡夫人呢 内奸有什么好救的 他肯定是忠臣 所以这什么 这后面就服飞 就反内 你不要去乱内讧 而且这个马带 很有可能就是装装的 对不对 你就啊 尤其这一刀 这刀杀的真没必要 这一刀杀的真没必要 我当时还以为王毅是内呢 我觉得王毅是内这样 想个胡乱搞一下 把局势搞乱的 这杀的这一刀 就是杀的寂寞啊 真的没必要杀 好 这边曹修一顿搞这个刘臣 刘臣八光了 八光了还贴个乐 好惨 我真是二梦玩的 再杀一刀 这个曹修这狩猎牌 真是凶猛啊 凶猛无敌 两个乐 这两个乐还是非常关键的 这样的曹操 一堆牌都用不了啊 这边又是我可以发挥的时候啊 这边可以录 当然先录也可以 怎么都可以吧 当然我其实是想录曹操的 主要 所以我想让曹操先这个卖个血 他弄个牌 我可能能吸到更好的牌 当时并没有想录这个流程啊 因为曹操是被乐了 很可能有好牌 再吸点什么好牌 好 这边马带开始动 杀曹修 也是个内把 小内内 小内内 所以说王毅上来就 就就就跟曹修乌龙了 就并没有什么意义 杀不到其他人 只能寂寞的杀一下内奸 流程还有个桃子 还能活一轮 还能活一会儿 轮有点麻烦啊 因为他这个决斗曹修 还是挺凶的 好 王毅给他打无蟹 OK 挺好的 你打了这个无蟹 一会儿他再决斗 我就再打无蟹 不让他决斗 果断不能让你决斗 想决斗没门 杀我一刀我就闪了 我方便这个偷里面牌啊 方便方便撸你们的牌 看看能不能撸 好 能撸 不错 一生纵横 怎可对他人称臣 一生纵横 怎可对他人称臣 我这手非常的骚啊 把这个大头算的桃子又给撸了啊 然后再次把二梦的菊花爆了 已经爆两个人的菊花了 非常爽 这边把木马那个传这个武器过去啊 让他你有工夫去杀主 杀这个马带没啥意思 而且桃子在手里 皮在木马里安全 一般他们先开 肯定先开木马 这边马带是这个一顿搞曹修 不能让他收啊 肯定要救一下 因为马上要动了 我是希望啊 其实我是希望王毅收掉的 说实话 曹修就没用 就基本上就是白板 我就希望王毅收掉 然后我们二打二 保证我们俩状态比较好 二打二比较好 王毅可能是没杀 有杀真的 王毅收掉比较好 你看这局反对两个白板 其实王毅到现在也没发动过技能 得三个白板 是不是 真的 这三个白板 就我有技能 等到现在他们都没发动过技能 曹修要跪了 大哥你拆一下吧 拆了他的盾 一会咱们好秒他 这边曹修要跪了 我是没逃 王毅你有没有逃 王毅你终于开技能了 终于不再是白板了 不再是白板你可以发挥了 但是我小马车没漏 这边乐 我选择乐曹操啊 我觉得曹操威胁更大 这个马带 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威胁 让他摸牌 而且他也未必会动 这个局面 他很可能也就摸牌过了 就没有乐他 并不是说 按照就是谁先动乐谁啊 我觉得这个曹操的威胁更大 而且我希望闪电劈了曹操 这样给他乐住 好秒他 那边王毅呢 有连弩还能压他血线 这样乐住他压他血线 让他扔更多的牌 是吧 好 王毅你终于有技能 胳膊张闪还不错 外面无险 不知道是内奸的还是王毅的 反正肯定不是主的 这牌不能录 不能录就杀一刀好了 杀一刀过了 那童发色的牌吗 这个配音 有点雄霸天下的即视感啊 好 马代继续去搞王毅 能不能搞死 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王毅 其实挺难搞的 里面他把古丁刀拆了 怕我再抱主公的句话 可能是真没杀 马代 只是这个王毅挺难杀的 你杀的话 他会拆 拆你 另外的话 不会被收人头 也不怕九杀什么的 国公 随时富人 随时富人 这个狂拆啊 一顿狂拆 反正就是表示 这个不拆白不拆 对吧 反正你要打我 拆你两张牌 我就转了 是不是 确实拆 拆得很转啊 没头他无险扔了 先撸啊 这边 先拿黑牌撸 反正就秒主啊 也不干别的 对不对 杀下一刀 节奏留一下 一会儿再用来买 下回合再说 因为你不知道 他收的那张牌是什么 绝对我也不想给他 我绝对用的时候 就是让你死的时候啊 看看马代 马代应该是要杀这个的王毅了啊 铁口连环 王毅不让联 不让联你就要死了 那你就自杀吧 自杀的挺好 反正不能让他收人头 坚决不能让他收人头 你让他收人头 我一会儿没法秒主了 主公 看看主公能不能恢复一下 主公拆我手牌 要拆我的决斗 没拆掉 没拆掉 我就要秒你了 这边先决斗 先决斗 看你怎么着 你只吸 吸决斗还是弄什么牌 我再撸你 阿闪撸他 然后把他秒了 就可以了 那边马代的牌不需要 他没逃了 还就剩一张牌了 你看这局是不是公孙燕的发挥最大 主板就靠公孙燕 杀了两个忠神和苗乐主公了 再看一局 这局叫做参军真乃神将也 主公选择了孙权 这边我是内奸 内奸 什么李如 什么曹操 左慈都是 这边常见的内奸 我是特别喜欢左慈内奸 非常好玩 主要是非常好玩 看一看 起手的化身 哎 来了 参军来了 这把可能有人会想 这个 复魂应该很厉害 这把参军叫立功了 我 复魂你肯定不能亮 作为内奸 你要是 你复魂一旦亮了 你就准备秒人的时候 就亮个 亮个这个 参军的技能 看看谁 谁比较像忠臣吧 这能当忠臣的挺多的 其实 什么流血 鲁肃貂蝉 不练尸 这种都能当忠臣 这局 忠臣连很多 主公看见忠臣连很多 果断搞这个 二号位的成育土豪武将 往死里搞 行搞吧 搞他挺好的 正好趁他摸不了牌 能弄死一个建立优势 也是好的 就得这么凶惨 我觉得主公打的没问题 这一下 弄死你 假如弄死你 你是个反之间建立优势 好 他还真是个反 怒杀主公一波 然后射个伏兵 这个成育设的伏兵 别人看不到 就很淡疼 你也不知道他射什么 不过 有的时候出什么锦囊的时候 会有毒条的就能看出来 好 你看他出杀的时候 有毒条 基本上他射服的就是杀了 刘斜 挑反 这个一顿高主公 现在鲁肃的身份就非常关键了 对吧 鲁肃 是是反 我感觉就叽叽了 然后把后面忠臣的卢给刘斜 留卢组合 如果鲁肃是中 把成育的牌录给主公 局面就不一样了 看他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是一个忠臣 既然鲁肃是忠臣 我就不打出力了 这边我亮个参军 看全场三血 我可以轻松的控制 我想控制人的血线 这边 以我视角来看 我肯定不会搞前面三个人 前面三个人 他们身份跳饼了 我应该这样 我就搞搞后面的人 我呢决定压一压 这个郭图的血线 因为我觉得郭图 在剩下的三个人里 更像反的一点 可能貂蝉和不练师 比郭图更像忠臣一点 然后压了郭图一下血线 然后拆了一下这个不练师 好 这个貂蝉跳法 貂蝉跳法你离剑主公 主公这一下不应该出杀的 明显反的要激活鲁肃 不激活你 而且你手里一大堆牌 这边是不应该出杀杀鲁肃的 这鲁肃可是你的好忠臣 好 这边郭图也是选择了急功 决定弄死鲁肃 你看 忠臣要死 这边应该是射服的杀 这边主公应该是要保鲁肃的 不能让鲁肃死的 好吧 那鲁肃死了 不过鲁肃反正也挺难活的 除非后面这个不练师 孙权连动 能打死反贼 不然鲁肃也是很难活 不过挺难的 主要那边有射服 不练师是忠臣的话 那我们还能打 虽然人数少但还能打 主要那边陈玉已经裸了快死了 那这浮兵是挺烦的 大制衡一波 有没有什么OE什么的 好兵柱兵柱也可以 杀呢 不会没杀吧 不会支撑完了没杀 但是他不会杀陈玉的 杀陈玉要补牌的 他好像是没杀 有杀你杀一刀 刁蝉或者郭土杀的也可以啊 这时候我还暂时不想亮那个什么 不想亮那个 这边他拼骨功 就是想耗主公手牌啊 我暂时不想亮那个谁的 复魂的 你看 再把刁蝉轻松压到凉血 是不是 是不是参军的技能很bug 各种可以平均压血线 对于内战来说其实还挺好的 这梨剑主公和我 且看我的 我有参军啊 我有参军 在跳不了血的 我只要木马就拽了 这个梨剑有问题啊 杀我一刀 我卖个血 我有桃子 我卖个血 因为我还想再刷点其他更好的化身 我杀主公 OK 吃桃 怕被撸 怕被撸 怒吃桃啊 那就撸貂蝉 貂蝉也有桃 反正你们反贼有桃 反贼好多 好 这边果然是射服了一张杀 这边才用了 因为貂蝉的话 再被压到一血 是很容易死的 别锁连环 主公赶紧大制衡找九火杀咯 好像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样子 自由制衡之道 自由制衡之道 什么都没有 我的天哪 那你一会就杀不动了 这边陈环又要射服 烦啊 这边这反贼说实话还真的都挺难杀的 有点烦躁啊 这边又要拆我的牌了 我去 这些坑爹的人啊 这边 拆我一张牌 我亏了 把我桃子给拆了 好亏啊 受不鸟了 我要我要让这个谁盖你们 我要让这个关心张包盖你们 但是干不动 他 他那边有那个什么 有射服 没什么卵用 把让你逼着你把那个用出来得了 劈着把你那个服兵用出来吧 不然没法整 好 这边又离间这个孙权和这个 国图 然后 国图又被坑了一些 感觉怎么 貂蝉 这把离间都是副作用 没什么起到什么作用 国图表示要收掉这个貂蝉 让这个孙权被火烧一下 然后顺便收过貂蝉 主要他收了貂蝉以后 他的技能 造成了这么多点伤害以后 他回合外可以存好多张牌 这个这样就比较赚了 再录一下 我要火杀 火攻 看看能不能带走 有布链尸 对吧 有布链尸 孙权其实还是比较难死的 反对有没有逃 国图有没有逃 国图没逃了 国图没逃了 没逃了 反对这感觉 瞬间就崩崩达了 是不是 好 七狗 七狗说这极度锅就是貂蝉 是不是什么跟我没关系 我还想赢呢 所以我得该怎么打怎么打 你看这两个乐 直接让反对没戏了 我要搞布链尸了 我有参军的技能 轻松搞定布链尸 散摇获敌 你看我这个技能是不是挺好的 而且还有龙刀 轻松把它压到这个易血 我这个技能 你看压锅图的血 压貂蝉的血 压布链尸的血 到最后跟孙权单跳还有用 我这个锅图很弱 急功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是急功想苗主 但是我看布链尸那边什么防疫也没有 估计是有桃的 冠师傅冠出去 锅图要去 这个流血我忘了说了 是七狗 这货改名了 这边我有一个这个什么 我有这个王毅 这个刀我就给他了 这刀没什么用 我也不想卖血 就这边我回合外量 那个王毅的真理也是可以拆牌的 就是防御还是可以的 这个流血是七狗 这货改名了 我还是要杀布链尸 这没办法 布链尸必须死 怎么也得死 杀一刀 当然布链尸要撸 我得把手牌弄到两张 本来他录我的牌 要不然我就留 留这个三张了 还去刷流血 他们肯定先几会流血 流血也不天命 手里的牌有多好 他不天命 你也不让我换牌 这货的牌手里是两个桃 就不天命 手里牌多好 果然是有桃 他不会给我牌的 这边我必须要么 赶紧秒掉布链尸了 由于这边流血有白银狮子 我直接复魂杀流血 让他回个血 然后他应该配合我 不傻 我这边赶紧把布链尸秒了 咱们大家都有机会 对不对 不然布链尸不死 咱们都没机会 利用这个复魂 强势秒掉 也是寂寞 还是没秒掉 就这样都没秒掉 多少桃子 完了 九位孙权撸了 九位孙权撸了 流血你自求多福吧 这顺我让他顺 我手里两张杀 你随便顺 顺完了下回头还能杀你 所以我不怕 让你顺 我不卖血 这边主攻排序都不对的 怎么 你要先杀 万一杀死不就不用兵他了吗 对不对 虽然你没杀死 七狗的命比较硬 真是命比较硬了 好 这边小离间一下 把孙权又压到一血 那我肯定杀不练尸 不练尸 手里十张杀 我知道孙权应该是没逃了 对吧 防防剑把你打死 我把他打死 反正他给主攻追 主攻就死不了了 对吧 然后看你们开始打 看你们开始撕 我还是希望这个流血 帮我压压孙权的 不然不太好打 杀一刀 OK 我也留个桃 我就 就这个七狗就行了 魂神外练量王毅这个技能 顺他八卦战 不让顺 我肯定杀孙权 因为他是有可能随时把流血秒了的 我肯定压你血线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当然主公说要杀 现在杀我 其实杀我也不好 反正我刷出化身来 他更麻烦 这边他直接收了反对 其实你孙权嘛 孙权单挑 你要说孙权都不敢单挑 那这真就没啥说的了 好 回到三血 没事 但是我有参军 参军就是 就逼迫你不敢回血 再压你血 压你到凉血 然后回河外 晾这个王毅就可以了 比如单挑 顺肯定不让你顺 这边孙权不应该顺我 因为我有王毅 他顺我 他太亏牌了 等于亏了两张牌 不要顺我 应该龟缩的 这本不应该顺我的 你凉血了 我继续可以压制你 我想拆他再一码 不让拆那我就直接 参军 散摇获敌 对吧 杀我我就闪了 我不卖了 万一卖血 你把我秒了怎么办 再卖一血 你万一掏出个决斗啥的 对不对 我就非常不值了 现在感觉我还是 有一定优势的 这手牌续爆一下 这手牌续爆一下 夏威和准备拆了 他最后一张手牌带走 而且还有简易码 原来他应该是不敢动我的 不敢动我 那这牌轻松带走 不挂闪电 七狗 会有人挂闪电 他桃都没敢吃 他怕我夏威和又弄他 那也应该吃桃 你不吃桃 当然吃桃也没用 我有散摇 散摇致满 所以说参军之乃神将也 这局是不是参军很厉害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